我是林海洋 今天提早做直播 因为我等一下要参加一个妇女会的我们的活动 那所以呢 最近真的 你看我身上有点沙哑 忙翻了 晚上都睡不好 而且呢 选举 那个 肇事很强 每一天都打开电视 如果看一下电视 会很亢奋 你们会不会很亢奋 我不知道 就看起来令人很亢奋 然后还有那种作对施杀 也是 哎呀 实在是 好 我们今天要讲 每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都有密码 对不对 比如说你是民国几年 19几年生的 几月生的 国历跟农历的密码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如果在线上的朋友 来 赶快 先分享跟按赞 好不好 谢谢你们 我等一下下 把你们的身份证拿出来哦 看看你的身份证号码 是什么 到底你的身份证最强灵数大吉大利是什么 好 那 每一个人呢 其实他在出生的时候呢 就是他 他的长相啦 还有他的生日啊 他的月份啊 春夏秋冬啊 每一个月都会不一样 那所以呢 春天生的人 秋天生的人 或者冬天生的人 或者夏天生的人呢 他分四季 但是这四季当中呢 还有分二十四节气 那二十四节气当中呢 还要分什么 分得更细项的话 就是说 你是几点几分 在哪里出生 在哪里出生很重要哦 有人是在欧洲出生 有人在美国出生 有人在日本出生 然后有人在台湾出生 也有人在中国大陆出生 对不对 香港新加坡 当然欧洲 什么澳洲 各地都有 你可能甚至在印尼出生 然后那就命格都会完全不同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当然跟国家的强妇有关系以外呢 还有跟你出生的前 应该说三岁看大 六岁看老 那三岁看大的话 是说我们在三岁之前呢 其实有很多孩子 并没有办法养活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孩子 在三岁之前就夭折了 甚至在五六岁的时候 夭折也有的 所以呢 说三岁看大 如果三岁之前都养得很好的话 很健康的话 那还有呢 家庭照顾的比较好的话 这个孩子呢 将来呢 就比较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所以出生的时候 孩子出生的时候 是不是很重要呢 前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三岁看大 好 六岁看老 六岁就可以看老 很奇怪 为什么六岁就可以看老呢 通常一般来讲的话呢 我们在天地人之间 我们人刚好卡在天跟地之间嘛 所以为什么六岁 六岁是一个呢 灵动数 所以呢 人呢 能不能在六岁之后 你出生的小孩在六岁之后呢 就可以看他长大的某些特定的固定的一些行为模式 那这些行为模式呢 是跟他的家庭有关系 跟他的学习有关系 比如说你如果在英国出生 你就是念英文 在美国出生你也念英文 在欧洲出生 你可能讲不同的德语 法语 意大利文都会不一样 那但是呢 如果在中国出生的话呢 讲中文 在日本出生一定是讲日文 所以呢 这个会影响到 这个孩子未来的发展 为什么以前很多的移民呢 家里有钱的 娶了媳妇以后呢 然后呢 怀了孕呢 就要到美国去生小孩 为什么 他拿美国籍 为什么呢 有些人送到日本去拿日本籍 有些人送到英国去拿英国籍 甚至到加拿大去拿加拿大籍 那难道外国的月亮比较远吗 并不是 因为 各位 我们在生长在台湾 以前呢 早期的话呢 像是 大陆本土的话呢 他们是比较专制的 就是 在邓小平那个时期 毛泽东那个时期呢 他没有办法跟外界 有什么特别的联系 那就像北韩一样 所以呢 很多人希望将来 还是有国际观的话呢 都要送去呢 比较远的国度 学英文啊 学日文啊 或者呢 他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出生 让孩子们呢 将来的发展会更好 那通常这种家庭都是比较 中上家庭比较多 当然 也有做官的 也有做生意的 那也有呢 家境本来就很好的那种 富二代富三代 当然也有 所以呢 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呢 他已经隐藏了某些的命运存在点 那我们讲这些东西呢 是不是要看看自己 好 那你出生的时候 什么人会给你 一个身份证号码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护证事务所 你拿了台湾的护证事务所的 这个身份证 身份证的零数就是在下面 看到没有 这个是我憋出来了 当然这个就是样本 给大家看的样本 那你现在呢 可以拿出你的身份证来对照 好 现场朋友 现在应该还没吃饭 我想现在上来的人会比较少一点 因为通常我开直播是12点时刻 但是我今天有重要事情 所以提早开直播 很抱歉 有时候会迪累 有时候就会提早一些 真的是太忙 尤其到年底的时候 真的是很忙的 然后很多社团 这个时候很多社团呢 他们要什么选举 要干嘛呢 就一大堆都事情 有时候我参加那些社团 他们就一定要我去出席 好 那我现在讲一下 什么身份证的最强零数 是大吉大利的 那在线上的朋友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的直播是 周三周四的中午12点10分 今天提早了半个多钟投作 好 那如果你们在YouTube上面订阅的话呢 可以看到我所有的直播 海外的朋友也是一样 如果你有亲朋好在海外的话呢 现在很多大陆他们有翻墙的机器 其实也蛮容易的 并不困难 那服务电话是2737300 好 那如果你要加我的粉丝页 很多人说他不会加粉丝页 那不会加粉丝页 尤其年纪大一点的 你可以请年轻的孩子们帮你忙 好不好 加粉丝页 如果是你很忙的老板 或者是主管 那你可以请你的部署帮忙一下 加粉丝页很简单 只要在FB上面有三个步骤 步骤一就是 这个叫追踪 追踪中 然后抢先看 就可以加到我的粉丝页 那你加入以后呢 我的直播一开 你就会显示出来 你有空再看都可以 不一定在线上看 马上立即看 没有关系 来我们来讲一下 这是我的网站 我的官方网站是 asgeni.com.tw 那林海洋 因为我最近做了新的网站 所以这几天就 应该下个礼拜 应该全新的网站 就会开始曝光了 我的公司电话是2737300 昨天来了一大票铁粉 那从宜兰罗东来的 宜兰来的 他不一定是罗东 有住在三星的 有住在其他地区的 他们是在国泰人寿的 那一票铁粉已经 昨天从实地财神庙 五路财神庙 就追到办公室来 然后上个礼拜他们才来过 当然我帮他们 之间有一些人 解决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妈妈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 我说你三天以后 你就可以做到 这个招揽到客户 这客户就会签单 果然他在昨天 三天以后他签了一个单 昨天又在我这边的时候 又签了一个单 所以你看 那个运势就会不一样 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身份证 赶快拿出来看 对照一下 我们现在来对照你的身份证 11月12月份 分别代表的 那今年2018年 奎亥月是双水运 12月是甲子月 是木水运 甲木子水 奎水害水 那奎水是阴的水 害水是阳水 所以我们在天干地支的 天干跟地支的分别是不一样的 那个就是2018年今年 我讲的是国历 现在讲国历 因为已经11月15号 所以这一个半月当中 你的运势有没有很强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你在年底之前 能够赚到大钱吗 还是你可以升官呢 还是你的事业可以更兴旺 还是你可以找到贵人呢 或者你有桃花来临 你不知道 健康也会转好了 或者健康不好 所以我们从你的身份证的密码来解析 那如果线上有朋友 请邀你的朋友进来 谢谢你们 我的手机现在好像放在办公室里面 没有在直播台上 那现在看到的话呢 我们来看你的灵数识别判断方式 例如2011328682 你有三个2 看到没有 2 可能是1022318681 也算了三个1 反正你有123 这个数字里面有三个2 从1开始 三个1 三个2 三个3 三个4 三个5 三个6 三个7 三个8 好 在这边 2012886058 三个8 如果你的身份证密码 是有三个2 三个1到三个0 1234567890 那分别属性是不同的 我现在来讲一下 好 如果是三个1的话是阳目 三个2的话是阴目 三个3的话是阳火 三个4是阴火 三个5是阳土 然后呢 三个6是阴土 三个7是阳金 三个8是阴金 然后三个9是阳水 三个0是阴水 阴阳之分 所以呢 我们每天都看到太阳跟月亮 那就是阴阳之分 好 人有阴阳 男人叫阳 女人叫阴 所以呢 我们通常在算 子威也好 巴士也好 这个阳男阴女 就会不一样 命格上完全不同 为什么是叫阳男呢 因为她不负责生小孩 不负责怀孕 负责在外面打拼工作 那女人呢 通常早期的话呢 都是在家里面 那我不跟大家醉眼 那我们 你们现在把身份证 拿出来看 好不好 给你们半分钟的时间 赶快找一下 你到底是几个 1234567890 来赶快看一下喔 昨天晚上吃了点感冒药 所以我今天身影有点塞 最近天气骤 骤变 有时候冷有时候热 你不想要多穿衣件 还是要少穿衣件 像我太累了 昨天实在是太累 一整天连这几天都好累喔 然后睡觉睡不太安稳 为什么呢 因为心里有很多事情惦记着嘛 比如说做直播的功课啦 还要去念书的功课啦 还有呢 工 还有很多那个应酬的事情啦 所以我就 时间好像挪不太开来 就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呢 当然我也是每天笑嘻嘻的 你们没有觉得我压力这么大 昨天那一些铁粉来 怎么样 没有三个同样 我等会解释 没有三个同样 但是最少两个 最少两个 好不好 要赶快看喔 最少两个 如果只有一个就不算喔 要三个或两个 等一下我会解释三个最好的运势在哪里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需要三个才算大吉大利 好看到没有 三个代表天地人三财 一二三都一样的 天人地都一样 这样了解了吗 天人地都一样的数字 三个代表金字塔重叠 为什么叫三个道 你看我们的金字塔是这样 下面两个下面一个要一样的数字 就像我们那个玛雅 玛雅文化里面呢 它的金字塔有没有 它可以算出365天的原因在哪里 它一层都有91层 四面 四面乘91多少 4144936364 最底层一层 平的是365 所以玛雅文化是非常厉害的 我觉得玛雅人很厉害 还有人说我们中国人 以前就是玛雅文化延伸出来的 这个因为太久了 有没有办法 科学家有没有办法考究 或者古人类这些历史研究家 有没有办法考究 我们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你看它的立法是很厉害的 所以为什么它有密码的存在 金字塔有密码存在 那人的生命灵数里面呢 有很多的灵数是不同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三个代表金字塔 三个代表大连结 就是很强力的意思 什么叫连结 我们连结车一样 一个环扣 扣一个环扣 那叫连结 对不对 如果呢 我们要一条很长的链子的时候 是要一个环扣加一个环扣 那叫连结 这个强力的连结 强力连结的天地人的运势 所以呢 先了解为什么要三个 好 现在粉丝有在问说怎么样 只有两个怎么办呢 是不是 等一下我解释一下 好不好 我们先讲三个的 来接着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可以邀请朋友进来 好不好 请你们按赞跟分享 谢谢 每次都要要求 我觉得我自己也很 脸皮很厚 我发现我脸皮越老 脸皮越厚 好多每次要求大家 按赞分享 我休息一下让你们分享跟按赞 我喝杯水 为什么要当老师分享跟按赞呢 昨天这些功课是做到半夜四点 都没有睡觉 四点我才上床睡觉 洗完澡以后呢 就在想我今天要做什么直播 就赶快做功课给大家 所以要不要按赞一下 不要分享一下 要对不对 谢谢你们 好 来我们来看 身份证最强的灵数解析 三个一代表阳墓 三个二代表阴墓 三个三代表阳火 三个四代表阴火 三个五代表阳土 看到没有 三个六代表阴土 三个七代表阳金 三个八代表阴金 三个九代表阳水 三个零代表阴水 好 你到底是金木随活图里面的哪些属性呢 这些属性跟今年11月12月2018最后这一个半月 国历的我现在在讲国历 因为农历的12月呢 已经延续到1月去了 我们就先不讲1月 因为1月也是有墓 1月有墓 为什么 因为那是眼墓 所以我就不讲 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的过年是2月几号 那我现在讲农历的11月 国历的11月跟12月而已 我不讲农历的 那但是呢 实际上呢 到农历的12月的时候 我看一下 11月是癸害月 现在这个月10月是癸害月 那再接着下来是甲子月 好 12月26号丁丑月 所以为什么我只讲到12月的31号 的原因在这边 因为呢12月的26号是11月 农历丑月 那属牛的月份 好 现在告诉大家 为什么你的运势要三个一样的数字 才会很强 好 如果是三个樱幕的人 加起来有2的 加起来有三个2的 来我们再看一下 往前看 好你有三个2的 123 三个2的 因为都是属木 好 这两个月呢 都属水的月份 尤其是11月 农历10月跟 农历的10月跟11月 有很多水 水可以生木 但是木很多人都认为说 它是代表什么 代表生生不息 但是为什么樱幕会比羊木更好呢 因为樱幕是草 那水基本上呢 如果你有草原的话呢 你有草原的话 它不代表你的升迁发财 是指代表你的财运 可以无限的延伸 如果你这片大草原 这片大樱幕里面都是草的话 你想想看稻米也一样 我家种了三甲稻米 我家种了三甲的什么 什么藤瓜 或者我家种了三甲的什么 土地的东西 或者家种了三甲 两甲四甲 都不一定啦 就是说你可以无限的延伸 好不好 二是代表呢 你的樱幕 包括你的草 都会无限的延伸 代表你的财运呢 是最旺的 所以恭喜大家 来拍拍手 你不用担心 你的生肖如果充刻到 但是你的运势是这样的话 你的财运在这两个月当中 一个半月当中 是超级旺的 好不好 超级旺 那另外呢 三个一 好 现在讲三个一哦 三个一的话 羊木 事业最旺 为什么 水要灌溉你的木的时候呢 木才会成长 对不对 那木的成长 代表你事业的成长 但是呢 羊木是代表参天树木 就像森林一样 那如果没有很大的水 这个木会成长吗 不会 那个没有水的话呢 土就造 木就会死掉 所以呢 事业最旺是三个一 所以你要了解 三个一就是你的事业运最旺 那如果你有二跟一的话 财运又旺 事业又旺的话呢 恭喜你 好不好 恭喜你 好 我现在讲 如果你有两个二 两个二 代表说 你是会受到某些限制的 比如说 可能你在 你有两个一 又两个二 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只有两个二 或只有两个一的话呢 事业的发展 没有办法那么旺 大概给你呢 七十分 好不好 没有办法那么旺 那如果是两个二的话呢 如果是三个二 是一百分的话呢 那你也只有七十分的财运 也不错 代表说 你的运势当中呢 一直都在转运了 所以我们生命名书的密码 身份证的密码里面呢 它可以让你呢 为什么说 我没有像老师讲的那么不好 我现在犯太税了 但是我还是赚到钱啊 我最近公司的营运还不错啊 因为你的生命灵树里面呢 是有这样强的 强的灵树在 就你的身份证密码有这么强的灵树在 另外呢 三个五 洋土 财库最亡 今年本来就是土库年嘛 是库被冲嘛 但是呢 好不容易等到水来了 大的水来了 对不对 你看呢 如果像 那个美国烧了一个多月的山林 它完全不下雨 是不是很惨 这个有水呢 代表树木会长 然后呢 土会湿润 那所有的万物都会生生不息 这样了解吗 所以呢 如果你有三个五的话呢 是洋土 洋土呢 湿润了 整个都有水了 有水万物都可以长出来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稳住你的财库 所以 如果你今年所赚的钱 你刚好有三个五 三个五的话 你的财库就会更大一点 在这一个半月当中 那三个六是阴土 升迁最旺 奇怪 六本来跟桃花有关系 为什么是六是可以土呢 土的六呢 是代表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 要转过去 哪个东西要转 要转 这个 好 你是说这个是吗 才算大吉大利这个是吗 好 那三个五的话 洋土 刚才讲过了 财库最旺 三个六的话呢 升迁最旺 润的土呢 加水 代表说 你是可以 有很多的 嗯 应该这样讲 而里面的生物呢 都可以生长了 不管是植物生物都可以生长了 因为你的土呢 是润了 润了以后呢 你的贵 升迁运就比较好 为什么 你就可以一直长出来 一直长出来 这样了解吗 好 比如说 这样讲好了 我们下面有很多蚯蚓 蚯蚓会长出来 很多蚯蚓就会出来了 好 如果下面有 你种了很多稻米 那稻米是长出来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的运势就越来越旺 那如果是草的话呢 也会一直长出来 润土 会长很多万物出来 所以呢 你在这个时候呢 你要布展事业 是最好的时机点 而且呢 要为2019年开始布局 我在年底要做这些 给让大家了解的话 因为你们可能会觉得说 我进行太岁 那老师是讲说 太岁不要乱动啊 是啊 太岁是不能乱动 但是如果你的生命名数 是这样的话 你的身份证密码是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不一样咯 完全有不同的做法 好 再来讲三个七 三个七是阴金 阴金的话呢 今年呢 这两个月金可以生水 对不对 金可以生水 所以呢 金水相生 代表你的贵人很旺 并不代表你的财很旺 贵人会提拔你 贵人很旺 就是说 就像说像 选举 有很多人来帮忙你 或者说你在公司里面 你的团队一直在帮忙你 我们可以看到呢 韩国瑜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大石头 那个发亮灯大石头 他本命里面就聚名化劑嘛 那刚开始的一两个月 几乎没有人什么帮他 他都一个人这样到处去拜票 到后来呢 王金平跳出来了 最后这三个月真的不一样了 是不是 所以他贵人就来了 而且呢 国民党发现说 他真的很旺耶 然后呢 大家齐聚呢 来帮助他 现在他的为安 还加了成绩了 为什么 越来越多人 今天好像在台中造势 新北的侯友宜 跟台中的什么燕 然后呢 还有就是他三个合体 我只是讲说 贵人为什么会这么旺 就是你在那个十点点上面 运势就开来了 那再来三个八的话 阴金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三个八 你有三个八的话呢 八是发的意思 但是呢 阴金的话呢 他是属于呢 已经磨练过的刀 磨练过的 就是十年磨一剑 那个剑已经磨好了 那代表什么呢 金水相生 因为水很旺 水代表什么 桃花财 所以你有桃花财 桃花财就是桃花最旺 第一个桃花旺跟贵人旺不一样 贵人旺是在你的事业上面 桃花是什么 是跟你的人际关系有关系 而且呢 跟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 是不一样的 就是会有那种 比较不同的感情 不是一般事业上的 partner的那种感情 而这种感情是桃花的感情 可能你可以找到呢 很不错的对象 在这个时候 有你三个八的话 那另外的话呢 为什么你有三个八会这么旺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今年的土 都是土年 那筋要露出 你平常呢 就不太打扮 忽然间这两个月 你打扮起来了 当然了 如果你不打扮呢 就像邻家小女孩 邻家的阿巴桑一样的话 那当然你不打扮不行吧 我们科比讲的意思是 女人一定要打扮啊 所以我常常讲说 真的要打扮 有一次呢 我就素颜 然后手上拿个杯子 就是咖啡杯 然后包包随便背一下 然后那天还穿得蛮污污的 被一周刊拍到 他就跟我写 50岁写成60岁 他说 哇看谁像 60岁的阿巴桑 笑死我了 那当然我看了也很生气啦 后来他补了一篇 他说 杨澄霖跟我长得很像 你们解释一下吧 他有人说 我跟张立民长得很像 还有一个叫什么 以前最眼神雕侠侣的 他们都就 开始就说 林海洋跟谁长得很像 其实每一个人 他的命格里面 跟谁长得像 他还是有一些定数在 像我在美国的时候 跟张立民 不起而遇 就会做同一班班机回来 很有意思 那三个八的话 陰莖讨花追望 那代表说 你在这个时候呢 你露出了 人家看到你了 然后呢 也看到呢 你的 我刚才讲过 陰莖是经过修饰过的金 经过修饰过的金呢 也代表什么 你被别人发现了 你是一块魁宝 你这颗钻石 钻石是不是被人家修饰过 对 所以呢 你这颗钻石亮晶晶闪耀了 那也代表说 男人会来追求你 或者女人对你有心仪哦 这个时候呢 你讨花是最旺的 如果你想在这个 这一个半月当中呢 交到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话 其实不成问题 好 三个零 因酒 不是马因酒 是阴阳的因 那 这个三个零是 因水 水 水水 零是水水 水是水库的意思 酒是大海洋 如果洋水是大海洋 就是像老师的名字一样叫海洋 那个洋是三点水的洋 我的名字是太洋的洋 那这个呢 三个零是因的水 是水库的意思 水库呢 好起来了以后呢 你水满了以后呢 当然除了财库好以外 你的健康最好 所以呢 恭喜各位 如果你的健康要好起来 你有三个零 那如果都是两个的话呢 我刚才都给你70分 好不好 三个二 是财运最旺100分 那如果两个二的话呢 财运70分 两个一 事业70分 两个五 财库70分 两个六 升迁70分 你就 可能有些阻碍啦 因为你身心运痕 还是受到某些人的打压 蛮想当理事长 或者当班长 或者当总经理 结果有人有意言 有意义 意言堂就出来了 意义的话 就是有一些不满意 你的话就会出来了 所以你两个的话 就还是有差别 差很大 100分跟70分差很大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70分排到中段班了嘛 对不对 那你是高段班的话呢 是不是在100分90分以上呢 是不是 当然 我讲的是说 以100分来区隔你是70分 好不好 三个六的话升迁 也很旺 其实 两个六 两个七的话呢 贵人大概有七成 不错啦 如果贵人有七成 代表说你在 任何一方面 都可以得到贵人的协助 运势不好也可以得到协助 运势好可以更有加分 那如果是三个八的话呢 桃花70分 可能你在筛选桃花上面 要小心一点 这个桃花可能旺一点 那个桃花可能差一点 所以呢 你的比来比去 我常讲 你如果要挑对象 你只能用两个来比 你不能用三个 三个来比 每一个人都有优点 你知道吗 很多女孩子来找我算命 他说我认识三个 那三个我要比一下 哪一个最旺最好 对不对 那像结婚的话 是很大的事情 人生最大的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事业而已 是你的婚姻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看看 包括很多名人 包括很多大企业家 他的婚姻好的话 他的事业就会更旺 婚姻不好到老的时候呢 你就算即便有事业 都没有人可以帮忙你 照顾你 家庭就不圆满 所以呢 其实家庭的圆满 非常重要 那我讲到这些呢 就是 11月24号 我们要去公投了 对不对 那 要 要让我们的家庭 跟我公投票 不要忘记拿呢 因为有很多的公投 跟我们息息相关啦 尤其是那种性教育的事情 好不好 好 三个零的话是 健康最好 但是如果你有两个零的话呢 你健康会好起来 比如说你现在生病 慢慢慢慢好起来 所以呢 如果你有贵人的时候呢 像我呢 我这样讲好了 像我 我有两个妻 两个妻 结果昨天贵人就很多啦 七十分啦 而且我在生病的时候呢 居然有人拿药给我吃 那是我的贵人 吃了以后就真的 像我在全身在冒汗 然后打喷嚏的时候呢 冒汗打喷嚏那是很严重的事情 通常打喷嚏是不会冒汗的 但是打喷嚏又冒汗 那是很严重的事情 家人就 有人拿了药给我吃的 那是我的贵人 还什么问题来说 那个粉丝问说 如果他又有三个六 又有三个零呢 又有三个什么什么 都重复的话 那是代表运势是 超级都有 超级旺 那如果他 三个都三个 四个以上的数字都相同 四个以上数字都相同 那就是超级超级旺 好 四个以上 如果你是四个二 那就超级超级超级旺 恭喜你 你的财运超级旺 可能政财偏财爆发财 去买个乐透都会中奖 对个发票都会中奖 然后你就超级旺 那超级旺的时候呢 也可能要小心喔 因为你超级旺了 你就会 太忽略了某些事情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常讲说一百分是最好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超级旺 有四个 四个是超级旺 那就恭喜你 如果你有三个二 三个八 又有三个六 那代表什么 你有升迁运 你财运也旺 然后呢 桃花也旺 那就很恭喜啦 是不是 那我们至少在十二月底之前呢 要让自己旺起来吗 对不对 好 十一月八号以后呢 我们都知道喔 太岁星从天蝎移到了射手座 大家都乐观起来了 选举的场合也很乐观了 好 那乐观呢 要小心喔 因为乐观当中 还是藏着一些什么 隐藏着一些不好的事情 至少 今年在农历年之前 都还是天蝎年 他虽然走了 天蝎虽然慢慢远离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余波荡漾 所以呢 还没有选举完呢 都不要太乐观 好不好 尤其是 这些竞争者 选市长 选议员的竞争者 每一个都不要太乐观 那这样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 天蝎其实他还有一些运势 还是 就像说我们生病 可能 你看我要再流鼻涕 没有全部好啊 来 给我张卫生纸 我现在在流鼻涕耶 你知道吗 但是我身体是发热的 身上是流汗的 那这样看 这样听懂吗 就说你的运势 我现在用我做比例就好了 就说我现在看起来很好 对不对 然后呢 也没有说一直打喷嚏 但是我还在流鼻涕 流鼻涕没办法 那这个代表说 你还有一些运势呢 是没有办法全部翻转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呢 选举的朋友们 你要选市长也好 你要选议员也好 选里长也好 你不要把自己预估的太乐观 像那些造势的场所 场合 有很多外地来的 并不代表你真正的选票 对不对 这样讲得很清楚了吧 在高雄有台北下去的 有台中下去的 有其他地区下去的 对不对 有台东的 有花莲的 甚至有人来看热闹的 像我那天也跑到 我去桃园啊 对不对 然后韩国瑜跟那个 在造势啊 对不对 但是呢 是不是都 我们去现场看 并不代表我有选票 是吧 不代表我有选票 所以呢 在这段时间呢 选举的朋友们 这些 也不要太乐观了 因为很多都是外地来的 你知道吗 人就是这样子吧 人最喜欢隐私嘛 然后看看嘛 然后热闹的时候 就去看明星嘛 就像追星竹一样 对不对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情况 运势旺的时候是 变成大明星 追星竹就来了 好 那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都很清楚的 了解到自己的 这个身份证的灵数密码 我今天节目只能做到现在 我要赶场了 如果你们有朋友的话 请按赞跟分享 好不好 谢谢大家 也祝福大家呢 在最后的这一个半月当中呢 我们要迎接2019 这个大太阳来临 那就是 呃 我们看到那个光头的就是大太阳 很好玩 但是呢 其实 应该这样讲啊 他成吉了17年 17年 所以他的运在翻转了 所以我常讲说 成吉的时候呢 你成下来运势不好 像我成吉了8年喔 那我也成吉8年喔 今天晚上 我预告一下 今天晚上呢 7点20分 我会在Viva59台 我会在Viva59台 跟大家见面 你们可以上来看喔 我会讲一些 2019年的运势 让你如何造大财 然后让你如何旺运 然后让你家庭更好 财库更大 好不好 也祝福大家不要忘记 今天晚上 7点20分 Viva59台 谢谢大家 我等一下赶场了喔 拜拜